好,那Unity第一次使用开启 它都有,现在所有软体都有这个画面 那这里面就有一些影像教学 一些基本的东西 然后连上它的讨论版这些 还有它的卖官方的asset 就是资源的商店 那有很多东西可以在 它也有一些免费的资源可以下载 都可以过去看 那我们现在先不管这边 那因为我这个现在并没有要做mobile 所以它有些错误讯息 我先把它拿掉 console,clear 可以清掉那些讯息 那Unity的界面呢 选单列是一样的 那选取,移动,旋转,缩放 这个呢 QWER 跟Mass一样的 或者Maya一样的操作 QWER 然后旁边呢 是控制 我们在Mass旋转物件的时候 有物件的轴心 或者是好几个物件的中心 这里是一样的想法 然后一样的 坐标系统是物体的坐标系统 还是世界的坐标系统 在这里切换 这就简化了 没有像3D软体那么复杂 还分成副物件或纸物件之类的 它只有字体跟世界 Global, Local两个形态 那这边的Play呢 是进入游戏画面 这里有一个游戏画面视窗 就是你的Game跑起来是什么样子 一按Play它就会进入 这个画面 那在这画面就是看你的最后的结果 好 那离开 好 那界面的长相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是可以修改的 好 Hierarchy在Mass是叫阶层 但是这里不是 这边呢 则是你在场景中有的东西 好 在这里 是你在场景中有的 目前我就有一个摄影机在里面 好 那这里呢 是我们的操作视窗 Sync 这个呢 是摄影机看到的视窗 不一样 操作视窗 摄影机看到的视窗 就是这个 好 那 最右边呢 Inspector呢 相当于Mass的Command Panel 就是所有的参数 操作指令参数在这个地方 像我现在选到摄影机 所以摄影机的参数在这里 好 那底下呢 Project呢 就是你现在 这一个专案档 所使用的所有资源 你的所有的贴图 所有的模型 所有的动作档 音效 全部在这里 好 没有用到的 也都在这里 也就是说 其实呢 你在做的时候呢 应该只有把你要用的放进来 我现在是把我不管要不要用的 通通都丢进来了 好 不管要不要用的全部叫进来 好 比方说这是它的character 这是unity内建的 所以当我拉了一个标准资源 里面的character control 角色控制器丢进来 就会带了一个角色 然后本身有个第一人称 first person的第一人称控制器 然后这里呢 就有一个 人物 一个摄影机 人 摄影机 那 有箭头剪下来 你就会看到 它底下还有东西 bypad bypad的轴心 bypad的 一路下来 还有呢 这是 另外一个 好 OK 选到它 好 另外呢 操作的时候呢 有几个快速键 可能要记一下 就像F F呢 就是马上把这个东西 放到画面正中的 大小全部开的状态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当我选到这一个 第三个人称控制器的时候 你这边就会看到 这是它的面板 好 目前没有 先没有要操作它 好 那在这底下的视窗 你会看到有 贴图 要不要看 有线架构 好 那贴图加线架构的切换 操作的时候一样 中键 Pen 滚轮 RuneIn RuneOut 左键 也是Pen 右键是转 好 右键是转 然后转的时候 可以加上 你看到那个 游标有没有 有箭头 转的时候可以加上 WASD 就在这个状态下 WASD可以 移动 好 就是你可以一边走 一边看 的意思 有点像在游戏里面的效果 好 好 那RenderPaste 是看它在Render的时候 的顺序 好 那LineMap 是现在目前没有做 LineMap的设定 所以这看不到 平常我们大概在这里 的状态 好 那RGB Alpha 或者左键 的Memap Memap 其实是贴图的 尺寸形态 然后灯光的开关 好 然后 天空跟Lensphere的开关 还有声音的开关 好 那 这里呢 可以让你启动 你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然后要不要开关 好 那它也可以快速的搜寻 好 其实你有看到一个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快速搜寻 好 那操作的时候 它也跟现在3D软体一样都有一个像ViewCube的东西 就这个 点一下它会变成 你现在看这个人物怪怪的 它现在是无透视角 平行视角 就是你在Mess里面 你在Font的视窗或Tub的视窗 按着Auto一转 它会变成一个平行视角 就是没有透视角 那你click一下这方块 它就会回到是有透视角的状态 好 OK 那除了右键转以外 你也可以按着Auto Auto加左键 好 Auto加左键转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转呢 是Pivot不在物件上 这样转的时候 Pivot在中间 转起来感觉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从别的视窗看 Y Z X 好 直接这样子看 或者 切回到透视视角 再转开来 好 滚轮 所以它的基本操作 跟大部分3D软体 其实还是蛮接近的 OK 那 Unity呢 基本上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改变它的界面操作 Window这里 可以改Layout 好 2 by 3 还是 四分割 如果你习惯看3D软体的想法 我按了F键 所以它就整个 右键点 这个视窗 不要用左键点 左键点会取消选取 所以用右键点 然后按F键 就会把它放进来 那这就 比较像一般3D软体的角度 或者你有想要自己设计视窗 比方说我用2 by 3的概念去做修正 那你就直接自己拖 自己拖 那Hierarchy Inspector 然后Project在这里 那GameView跟 这个 如果你想要再放成这样也可以 那 如果这个是我想要的工作视窗 我可以在Window这里 Layout 做存档 那以后呢 我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好 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好 那我先回到2 by 3 好 那在这边呢 Fire这里 它其实是分成 新场景 和新Project 就是你是一个游戏专案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应该都在同一个游戏专案 好 那 因为它用同一个资源 那如果你开新的Project 表示它是另外一个 可能是完全是另一个关卡 或另一个新的 转新的地图 好 那 底下的Build and Run 这边呢 就是送出去 把资料送出去的部分 好 你要送到Webgame 还是送到单机 还是送到 手机 好 那其他部分 我们后续再讲了 那这的就是资源 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些 物件 好 那它的概念跟 在3D软体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 这边有很多是 prefab的 就是 零件的概念 好 然后 JavaScript跟 C SharpScript呢 我不会去提 这还有Bu Bu是它自己专属的 还是你要写削的 好 这个 我们在这一个 课程的部分 我不提这个地方 好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 拿它把验证美数的功能 好 然后如果你有 其他的 这个资源 或者已经有打包完成的东西 可以从这里读取 嗯 诶 这里吧 诶 跑哪去了 好 等一下再来读 好 那另外呢 也可以建立一些物件 分子系统 好 摄影机 但是通常我们不会建多个摄影机 因为一个场景里面 你玩的时候只有一个主画面 除非你有一个特别的需求就是 拍一些其他的摄影机结构 好 然后 GUI 好 G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 我们简称缩写就是GUI 所以叫念作GUI GUI GUI的文字跟GUI的Texture就是界面 好 那灯光 好 打灯是在这里打 游戏的打灯在这里打 我们Mass的灯光基本上不会用到 所以 我们可到时候上面课程会很快的带一下 然后一些基础物件 这只是给你做 通常来讲我们叫做白模测试 简单的做出一个快速场景 来做测试使用 或做碰撞体 好 那声音 Rage Door就是 布娃娃系统 你可以让主角 摔下来的时候就像个纸娃娃一样 乒乓乓乓乱摔 好 地形系统做树的 还有风的区域等等 好 那其他的这个component Unity的东西的概念是component结构 就是 你看到的这些 这每一个栏位都是一个组成 也就是说 选到人 好 我可以放弃这一个 Delete这个component 那他就会把这个角色控制器拿掉 好 那这个也可以拿掉 那以后呢 你再自己加回来 好 如果有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加 他自己要用的component 像这样子 这样子加回来 好 所以这是他的概念 不过 我们会用到什么不一定 然后包含另外一些 image的特效 比如说镜头的模糊 好 然后 高光的 晕光的效果 或者你掉到水里面 水里水下的那种折射效果 影像特效也在这里做 好 所以Max的 Render的Effect 基本上 到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 也只是会提到的这部分 好 那 事实上 做游戏的时候 会在引擎里面处理 好 换个不存 存一个 建一颗球 好 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Unity的Shader 好 跟 我先建一个空的材质出来 Create 我现在 你看到我一些操作都是按右键 建立一个材质 材质丢给球 选球 按F 好 来 球上面有一个材质 我没有命名 好 然后材质有一大堆靴的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在Max讲靴 讲材质的时候 虽然我讲义上给同学很多材质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 因为 基本上都用不到 在Unity 在游戏引擎里面 所有的游戏引擎都一样 根据你所想要的效果 决定你要用哪个靴的 比方说我现在需要反射 我就要在这里找 这个反射有没有凹凸 有没有反光效果 好 那 如果我又要反射 又要透空呢 内建的 没有这个材质 好 这是反射 然后 这是透空 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要一个物件可以透明 透空贴图又要反射贴图 重新自己写靴的 请程式帮你再写出一个新的靴的 不然的话 就没有这个效果能用 我们就必须想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跟3DMass 就是3D动画软体最大一个差别的地方 当然 还有呢 就是 一些简单的动画应该要在这里 透过它的Animation来做 好 那 当然角色动画那些 我们还是要在3D软体做 好 OK 所以这个是Unity的 基本的一个长相 那它当然有很多 快速键要记 Ctrl 1,2,3,4,5,6,7到0 好 可以开启不同的视窗等等 好 那 呃 如何算LineMap 这要做场景的时候 做一个室内场景 我们用一个室内场景来做示范 怎么做LineMap 呃 Cruising Cooling 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时间讲到 因为这是做 呃 大范围场景的 就城镇场景 你在里面跑的时候要做 呃 最佳化的那个切割运算 导航点 这AI的部分我们不会提到 因为 我们并不会拿它把游戏整个组起来 OK 好 那这是很简单的 把Unity的 呃 整个部分做一个说明 我现在看着这个视窗帽的 我现在看着这个视窗帽的 我现在看着这个视窗帽的